本周是美国的大屠杀纪念周 国内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来悼念纳粹大屠杀的遇害者 铭记惨痛的历史教训 川普总统今天前往国会 出席大屠杀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 川普团队此前在大屠杀的问题上 被指责表态不明确 就在两周前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 做出将叙利亚政府和纳粹相比的不当言论 并为之道歉 那么今天川普的讲话传达出了怎样的讯息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 请她来做相关的介绍 卡拉 好了平常 那今天呢在国会的原型大厅 是举办了大屠杀的悼念活动 整个活动呢 是在非常庄重和凝重的 这样一个气氛下进行的 我们知道4月24号呢 是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 那么4月24号所在的这一周 就是美国的大屠杀纪念周 那今天的活动呢 也是给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的 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时 拉开了一个序幕 那么今天这个活动的出席的人士呢 除了你刚才说到的是 川普总统出席 并且是发表了主题的致辞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以色列驻 美国的大使德尔默 还有就是川普的女婿 和他的顾问库什纳 还有财政部长努钦 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 以及多名的国会议员 当然还有就是在大屠杀中的幸存者 以及美国的退伍军人 那刚才呢 你也说到了 这个川普的团队呢 他对于犹太人大屠杀的 这个历史的问题上 是多次的可以说是失言啊 那首先是在1月份的时候 在国际的大屠杀纪念日的 这个时分呢 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 在这个声明中呢 白宫是只字未提 有600万被屠杀的 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事件 那么这也是被指责 是冷漠和不恰当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就在两周之前 白宫的现任发言人斯派塞 他是在当时是在指责 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 伤害平民的这个问题上 他是将阿萨德和希特勒相比 他说希特勒都没有使用过化学武器 那么这样的言论呢 也是当时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啊 也是被指责是弹化纳粹 进行大屠杀的这个历史罪行 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活动上 川普总统是亲自来致辞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次的这个措辞呢 是非常的正式 而且是非常的谨慎的 他首先说呢 是有600万的犹太人 遭受残忍的屠杀 并且把这段时期呢 是称作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并且他也表示呢 现在这个反有主义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并且他说否定大屠杀 就是反有主义形式的一种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他也在这词中呢 是表示说我们要对抗反有主义 我们来听一听川普在讲话中 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到反有主义出现在大学校园 在公共场所 威胁到我们的犹太公民 更有甚者 恐怖主义分子对犹太社区 进行最恶劣的攻击 挑衅者威胁要彻底摧毁以色列 我对你们承诺 我们要对反有主义进行抗击 是的 那除此之外呢 川普总统还是表示 他作为美国总统会一直和犹太人 还要和以色列站在一起 那么今天在讲话中呢 他除了悼念在大屠杀中的死难者之后呢 也提到了大屠杀中的幸存者 他是尤其提到了一位叫做 Elly Wizard的一位老先生 那这位老先生呢 他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他在去年的夏天过世了 那么他生前呢 是一位政治活动人士 也是一名作家 那么川普呢 是特别对他表示了赞扬 他说像Elly Wizard这样的幸存者 他们是经历了深重的苦难 但是他们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 让世界铭记了这一段历史 也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并且川普总统也表示说 他不会让这样的历史再重演 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是怎么说的 正如一个真相可以击破千条谎言 一个英雄可以改变历史轨迹 我们知道最终正义将战胜邪恶 只要我们拒绝视而不见 知而不言 我们相信正义终将胜利 今天我们悼念 我们铭记 我们祈祷 我们誓言 历史不会重演 是那么在今天国会的这个活动最后呢 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是在国会议员的陪同下 是点燃了六支蜡烛 以示对大屠杀中的死难者的一个悼念 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今天活动的具体的情况 评证 好的 谢谢卡拉 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